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 孔先生42岁来自河北餐饮 刘女士42岁来自河北餐饮 她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在感情中遇到的困难 我在这个家就是个瘦细胞 她爸宠孙子 爱儿子 我就是个外人 费力不讨好 还给我不安好心 我爸爱孩子不是很正常吗 多个晚辈不能嚷着她点吗 她就会活起泥 别说孩子了 她也一样 日子现在过得好好的 她现在就是没事找事 无能起闹 她们家家统一旦见 救我一个坏人 这日子真没办法过了 三个姓孔的 欺负一个姓刘的 是这个意思吧 来 咱们听听这个刘女士跟我们聊聊 她们仨怎么欺负您的 我在这个家里边就是一个外人 她们仨仨呢 统一战线 我说什么 做什么都是错的 而且呢 我还费力不讨好 您说什么他们觉得错呀 您做什么他们也觉得错呀 就是说平时呢 我家孩子吧 比较皮 他是个男孩 比较喜欢这个玩手机呀 我是想着呢 控制孩子一下这个 玩手机的这个频率 但是平时呢 这个爷爷吧 就是他老是说我多管闲事 他怎么开心就让他怎么来 但是我觉得第一呢 我儿子吧 这个眼睛不太好 现在都已经近视 戴上眼镜了 孩子多大 孩子十二了 他每年的这个度数吧 都在增长 再一个吧 长时间地看这手机吧 也会影响他这个学习 但是我老公这边呢 他就每次说那个 你别太管这个事了 我爸也不容易 我爸就是不容易吗 你看 一起到这个事 他就说他爸怎么怎么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 那我在这个家我就容易吗 我知道这个爷爷疼孙子呢 是这个天经地义的 而且吧 就是我家的老爷子吧 就是疼孙子 特别溺爱的那种情况 我家孩子呢 就是肠胃不太好 他老是说 偷偷摸摸地 就会给孩子去买这些个零食 就是因为这个吃零食吧 就老是去这个医院 我跟老爷子也嘱咐过 我说爸你别再去 给他买这些个零食吃 但是我老公就说了 那个少吃一点也没关系 你说小孩想吃啥呢 当年隔壁人 他肯定得心疼买呀 对吧 我小头当时岁大 他也没想到那么周全 听懂了 听明白了 老爷子除了管孩子 这个吃喝拉撒 其他还管吗 管 我家老爷子最大的爱好 就是愿意给孩子写作业 给他写作业 给孩子写作业 有一次班主任跟我打电话 说让我去学校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就去了 到那之后呢 老师把这作业拿出来 当时我都蒙了 我一看那个字体 我就认识 老师说了 这不只是一次了 如果说一次的话 我不会找你的 当时办公室 那么多个老师 我这脸上立马就挂不住了 我都不知道 应该怎么去形容 我当时那个心情 就想找个地方 立马就钻进去 老爷子觉得 孩子的作业做不完 所以呢 他就帮了忙 是这样吗 对 老师你说的可太对了 你确实是这样 我爸是当时 都是这个想法 我现在就想知道 当爹的 当你爱人回到家里 跟您说 儿子的这作业 是老爹给写的 您是个啥态的 我那天回家的时候 那个一看那个 我媳妇在沙发上坐着 我爸也在 那个沙发上坐着 他们正在对面吵他 我也不知道啥情况 我问他 我问我媳妇 我说啥情况 又吵架呢 他也不打扰我 我现在拽他回房间 这可好 一拽一不小心 他拽个跟头 一生气 他就跟我要 那个张民政局 扮手续这样 这绝对怪你啊 你看看你老婆的身材 你给拽一跟头 你用了不小的力气 我没使劲 他不是因为 你要跟我动手吗 我没跟你动手 不是刚才说的吗 一不小心地拽的吗 你说 那去了吗 没有啊 咋没去的呢 结婚证让我给撕 结婚证撕了 对啊 当时我都是这么想的 结婚证卡卡一撕 你没有结婚证 你怎么去办呢 结婚证这种残骸呢 带着呢 不 这呢 没撕呀 我先张好的呀 媳妇 你看张得挺好的呀 你看 如果真想离婚的话 撕个这个是 拦不住一颗心的 那之后您做了什么 当时因为我看到 他这个情况吧 本身他就是说 你看他不分青红皂白 他就上来就指责我 就是应该什么事 都应该顺着老爷子 我就想着 我生的为什么 我就不能管呢 而且我认为 在教育方面呢 我作为母亲 我应该有这个话语权 结果呢 没成想 人家是站在统一战线的 我就一气之下 我就带着孩子回娘家了 走了 走了 对 那现在回家了吗 没有呢 我现在已经在娘家 住了一个多月了 孔先生 你这个想妻子回家吗 我想让他回家 爷子什么态度 爷子现在那个 对 今天那个 到这之前嘛 我爸还给我发个信息 说那个让我 那个好好地劝劝我媳妇 你那信息 能给你爱人倾听吗 可以 儿子 跟你媳妇好好说说吧 那你回来吧 你知道你不回来 咱们这个家庭这一步中啊 是吧 事的咱们都是一家人呢 好好说说 以后呢 啥事呢 我不管呢 我也不查过来 你好好劝劝他 让他回来 好好过日子 行吧 这是老爷子 有个态度 行了吧 回去吧 你看 他又开始忧郁了 你老婆在这一刻的时候 不是愤怒了 是开始在内心里头 他有伤心要涌动 那在这个时候 就应该听听他要说什么呀 你赌他干嘛呀 姑娘您跟我讲讲 为什么难过 其实在以前 我们两个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大家条件比较差 那时候呢 就是我父母不太同意 我们两个 可以说是好不容易走到一起的 也是通过俩的努力 就是最后呢 也得到我父母的认可了 后来我父亲呢 就是给我们出钱 开了我们现在这个饭店了 为了给他生孩子 那时候在月子里的时候 因为我没婆婆 就是在月子里就捞下病根 这个腿呢 不能长时间地站着 因为我那时候 在饭店的时候 经常前台后厨的老师跑 天天呢 就是特别累 晚上回家的时候吧 我就想着 让他能帮我做一点家务活 可是每次 一提到这个家务活的时候 那老爷子又站出来了 他就说 家务活就应该女的来做 我儿子回家之后 也挺累的 就应该去休息了 我爸确实心疼我嘛 那时候我小 我爸就 你为什么在这儿 就不能接一句 老婆你也确实不容易 你老婆这么多年 不就是为了等这一句话吗 就是我爸不容易 老婆你也特别不容易 你的不容易是 你不但要操持这个家 你还得忍住老爷子 有的时候可能过多地 插手了我们的生活 还让你对老人有包容 媳妇你受委屈了 这些话递不出去 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您那么 可以解读生活 理解别人的 所以生活里才有这样的夫妻 一直在强调自己的父亲不容易 怎么了 单身是吗 对 唐山大地震你知道吗 知道 大地震的时候 我母亲被砸了个高位街坛 我爸一把手 又当妈又当爹的 那个把我养的 后一我妈没以后 就全部指着我爸一个人 所以那个父亲也没有续闲 是吧 对没有 老爷子是很不容易 也受了很多磨难 但是这是两回事 你一直在强调我爸怎么样 我爸怎么样 那他爸容易吗 他们家把一个宝贝的女儿养大 然后再给你一个去裸婚的状态 再给你开了一个店 他父亲容易吗 对他从来就是说 什么事 就是说我爸怎么怎么辛苦 我爸怎么怎么不容易 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们家的这个情况 那你是不是自私呢 请问 你那不叫自私啊 那叫什么呢 那这确实是 你上次就事实嘛 我爸那他们家皮 我这样不条件 那不是他造成的呀 所以你看啊 女士在家里多孤立无援 对吧 公公这样对我 长辈 我不好说什么 我有一个人支持我吧 公公护着儿子 儿子到回头还护着公主 对啊 那谁来护我周全呢 这我们听到了 说一家三个男人 叫统一战线 我们听到了 公公和老公的统一战线 你儿子跟你关系好吗 我儿子关系好是好 但是呢 自从我回了娘家之后吧 他们也是啊 现在就是站在一个战线上 我有一次 我就是看见我儿子 偷偷给爷爷发信息 我儿子给爷爷发的那个信息 我都都带来了 您可以去听一下 好我们听听 我们听听 爷爷您煮肉吃饭了吗 我想您了 爷爷我想吃您做的红烧肉了 爷爷我在姥姥家住着 我一点也不开心 我想回去找爷爷 但是妈妈一直不让我回去 爷爷我好不容易有机会 可以玩手机了 但是我妈妈还是把手机没收了 爷爷今天我妈妈早上 又让我写桌 爷爷我不想写 您能不能来接我呀 爷爷我想您了 这个对一个妈来说 打击挺大的 对 你老公对你好吗 刚开始的时候吧 他对我还挺好的 就是后来慢慢的时间长了 您看像做家务这个事 他每次都说 我太累了 我不想做 你累了我也能理解 那你就回房 你就早点睡觉就行了 结果呢 人家去打游戏 一玩玩半宿半宿地玩 估计儿子玩手机 也受先生影响不小 除了这个呢 每天呢 我俩呢 就是饭店呢 关门吧 都到收拾完之后 都要到十一二点了 回去之后呢 就想着早点回去休息 结果呢 有时候把他朋友 叫他出去喝酒 他直接到好 就告诉我了 你自己一个人 打车回去吧 大半夜了 让我自己一个人 打车回去 本来呢 我胆子就小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先把我送回家 然后你再去 他就直接人家就走了 就不管我了 你说那一回 不是都是 多少年不见的朋友 不是 现在媳妇 那个也没多远 打个车 他也有十分钟的快 结婚十二年 才发生一次 这样的事是吗 其实以前的时候吧 这样的事也有过 不多 对吗 对 就是说 所以不多的 偶尔一次 让您一个人 打车回家 您就耿耿于怀 觉得这男人 不能要了是吗 就是每次说什么 大家都特别有理 就每次 无论说什么 他都可以 推到我的身上 我觉得这个 本身没什么错 如果说结婚十二年 只有一次 平常丈夫 对妻子的照料 都很好 那我相信这一次 妻子不会当回事 因为他是幸福的 他不介意 这一次的事件 对 但是如果十二年 都活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 那么这件事 他当然要拿出来说 因为丈夫 在这十二年的婚姻里面 明显我们感觉到 丈夫是失位的 对 他是把这件事 当成一个失位的事件来说 他把他当成一个导火锁 对 他就是说 这个事 我为什么会记住 对 为什么会记住 您觉得心里不舒服 对 觉得这个婚姻 现在让你过得很委屈 因为在这个家里面 没有人支撑着 儿子是这么一种状态 对 公公是这么一种状态 你老公 缺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别扭 对吧 对 年轻的朋友们 听完之后 有什么感受啊 我觉得吧 可能是妻子觉得 丈夫的父亲越界了 一个是越界了 但是我觉得 丈夫这边 他也没有办法 这是替男人说话 就站对了这个 来 我是能理解这个女方的 这边的想法的 就是他在 对于孩子和父母之间的 这个沟通上 他是有自己的想法 他希望孩子是好的 所以说都是向好 但是他就是希望 男方给到他一个态度 对 是需要一个支持的态度 其实就是一句话 我也是为他考虑 父母也是为他考虑 但是你是不是应该 为我考虑 也站在我这方面 就是支持我一下 不要显得我孤立无援 其实我觉得 这大哥也挺不容易的 就是 真的挺不容易的 那你不是跟他一样 你只会有自己考虑吗 你确定你们三位男士 是不认识的之前 对吧 不认识 但我觉得真挺不容易的 我觉得他这想法 就是有问题啊 是 没上场就要打起来了 不是 这就是两个阵营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生 她嫁到别人家 她本身就不是那家的人 本身就不是 但如果丈夫再不去爱她的话 她在这个家怎么办呀 打一上场 我就听出来了啊 几点第一 本来是在针对孩子是否玩手机 爷爷是否能够给他写作业这件事情 对不对 那个错误其实很明显嘛 但回来之后争的是什么 争的是谁能管孩子 话已传的问题 第二 爷爷的录音啊 说回来吧 我不管了 这里明显带着气 他并没有认识到这件事情 本身背后的实际问题 就说你回来吧 以后什么都不管了 这回去之后啊 还得吵 问题没有解决 所以说我们夫妻 婚姻生活一定要把通话呀 沟通的质量提高 我们得听清楚对方的话 听清楚背后实际的问题是什么 比如说隔半亲 这是在哪个家庭里都出现的吗 我们家也是 不过跟你们相反 我们家是老爷 我面对这事 我绝不会第一时间 去和长辈去沟通这个事 我一定得跟自己另一半 跟我老婆说 咱爸这不合适了啊 我听说又给零钱了 孩子老管他要 那今后不管我们要 我们这口堵不上啊 关键是你老婆的做法是什么样的 我老婆跟他爸去说呀 对 看他怎么办 怎么处理这事 而且不当着我的面 也更不能当着孩子的面 这样的就不会形成一个统一战线 而大人要有一个统一战线 所以关键是什么 我们长辈要把这个事啊 说清楚 提高我们沟通的质量 就能解决问题了 对 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老人爱孩子也是天性 就我老爷也给我写过作业 也给我过零花钱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儿童时期的阳光 会一直照亮整个人生 有些人是用整个人生去治愈童年的伤痕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用一个感恩的心来对待 就是在孩子这块 你们常说丧偶式婚姻 这是非常标准的一个标本件 老公严重缺失 因为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 争执的怎么会是儿媳和公共呢 一定是妻子和丈夫 关于孩子打游戏的问题的争执 教育观念的争执 一定是妻子和丈夫 怎么会变成了儿媳和公共呢 你仔细想一想 没那么爱 首先没那么爱 这也是在这一段婚姻里头 妻子觉得最愤怒的一个点 他说不出来 这个点就叫做 你既要求我像传统女人那样 在家里干活 但你又不能把我当成一个女人去爱 你看我的时候眼里头没有柔软 你在我流露出女人的脆弱的时候 你充满嫌弃 是什么使这个家庭在十二年后 忽然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变得不可忍 即将分崩离析 不是你的父亲插手太多 也不是你的老婆把小事放大 而是因为你阻碍了每个人的成长 并且你在这段关系里头 躺平和伤害所有人 如果今天你要说这个婚姻怎么才能挽救 那么可能就得从你自己真的去爱每个人 别把爱挂嘴上 什么这个人不容易 那个人不容易 有说不容易的话的时候 你去辅导个作业啊 你去烧个红烧肉啊 你去替老婆揉揉腿 替老婆干干活 老婆腿有伤 你替她揉过多少次腿 泡过多少次脚 别说这一些嘴上好听不好听的了 对于妻子来讲 看她表现吧 如果她表现不好 是可以修了她 我说另外一个角度 说给女士听啊 叫做与自己和解 就是当你发现你无力改变很多事情的时候 无力改变很多人的时候 那怎么办 我们自我做调整 难不成要被他们气死要憋死吗 日子不过了吗 不可能 你是真的要离婚吗 也不是 说说而已嘛 对吧 那如果真的到了 要离的那一天 要走的那一刻 我觉得她四个结婚证 根本阻挡不了你离开的脚步 对不对 所以怎么叫与自己和解 你发没发现 您在生活当中惯用的一种思维是什么 都会把所有的问题 错全部怪在对方身上 孩子肠胃不好 是你让吃零食弄坏的 孩子视力不好 是因为你让看手机弄坏的 然后呢 我是因为没有婆婆落下的病根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个角度 孩子的肠胃不好 视力不好 有没有可能跟基因有关系 难道只是因为吃零食就能把肠胃弄坏吗 我觉得不可能只是这一个诱因 所以你把很多 我觉得你看似你自己在没有做到位的事情上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不会责怪自己的 那不会责怪自己的时候会怎么办 我们会把所有的错全部推到别人身上 然后就会造成我对这个人的积怨越来越深 越来越恨 我觉得有的时候和自己和解 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想一想 一家子就是制造问题从不解决问题的人 你们都在制造冲突 制造矛盾 我觉得你这次回娘家回得特别好 对 因为很客观地说 12年来家务可能干得最多的 跟宝宝相处时间最长的 应该是老人家 对 而不是你们两口子 对 你们可能从来就没有想过 因为如果我们展开讨论的话 你们俩人当中 甚至在老师们说这段话的时候 你他们的心里都是一个反应 那我得看电啊 我得挣钱啊 我得养家啊 似乎就是 因为我要搬砖 我要挣钱 我缺位是应该的 有没有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2年的饭店经营下来的 是不是还需要夫妻之间长期的这样 现在对于你们家最重要的道理是什么 应该是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你们一家三口之间的关系 和那个为儿子和你们的小家 操劳了大半辈子的那位老先生 他的幸福的事是最重要的 我倒真觉得挺好的 就是多在娘家待一段时间 就感受一下 你也感受一下公共的不容易 不要天天抱怨 你让先生也单独地去感受一下 这个家没有 这个女人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 就每个人其实在家里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一旦这个角色混乱之后 不就是这样吗 让大家都体验一下对方的不容易 好吧 那你们先歇一会儿 我们再听听年轻朋友他们的事 然后看看能不能给你们启发 那两位男生不都是特别支持大哥的吗 来来来 请坐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 陆先生28岁 来自上海舞台京都 任女士21岁 来自山西戴役 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你觉得对方身上的问题是什么 他根本不提供任何情绪价值给我 而且对我越来越冷漠 还特别不耐烦 他太不懂得换位思考了 怎么能这么幼稚呢 还总是曲解我的意思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他以后必须要关心我 爱护我 宠着我 要不就拉倒吧 我主要希望他能自我成长 毕竟能教会他的不是什么道理 而是南强 他什么时候才能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说吧 我们听吧 是这样的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导致我最近这段时间 心情一直不太好 就是因为结婚前是异地的一个情况 绝恨后他搬到了上海 然后他是上海人 我是山西人 我自己是来到他的城市的 然后他在上海呢 我们也算是一个小异地的关系 就是我在工作那边住 是一周的话能回到一次家左右 然后因为这件事情 就是工作那边不太顺心 所以说我考虑辞职 然后一起我们创业 但是我发现他太冷漠了 根本不负责任 他呢上一份工作 突然就觉得极其的不顺心 那我想哎呀 算了吧就别干了 对吧 正好我现在就有个项目 编排了一出舞台剧 我们一块做这个项目 那会儿是正好彩排 他之后给我的反馈 他就觉得我太好 然后呢我就觉得我们在改嘛 但他后来跟我说 他那个意思其实是我想上 不是他说的那样子的 我其实的主要目的是 回来和他一起创业 辞职前一个星期 我说需要我回来 就是帮助你们 然后他说需要的 然后我准备辞职了 他说 嗯好像现在也暂时 还能再等等 你们俩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夫妻关系 我听到现在 我没听出是夫妻关系 我听出的是那个 同事关系 那个制片人和那个女演员的关系 你从上一份工作到现在有多久了 两个月左右 两个月左右 有没有找工作呢 有 但其实我真正想要的 就是和你一起去创业 一起去完成 而不是你一个人去担长 但你对我的态度 就是不耐烦和敷衍 不是吗 不是啊 怎么不是呢 就包括这次我们来这里的路上 就是我本来想和他打趣一番 他说了一句 你不要总是把自己的负能量传达给他 这样子会加重他的痛苦 减轻不了他的压力 什么意思 这句话它是有前因后果的 我之前跟你说过很多 我不希望把很多的压力给到你 所以说很多东西我就不跟你去说 你不说我怎么能去给你分担呢 这段时间发生什么 你不知道吗 我们不知道 你说说看 不知道 首先第一 刚才讲过了 整个项目上它有很多的问题 我是舞台监督 我要去协调各个部门 你是创作组 演员组 艺术组 技术组 对吧 都要去协调 每天的事情很琐碎 我就是一个避险者 我要保证不发生任何意外 我就是要去解决纠纷 我每天的工作 可以说就是在解决纠纷 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 没有办法 好 然后 家里人生病 家里什么人 我后爸 刚来 开刀 我每天 很累 很胶着 更让我胶着的是 我们跟我亲爸 住一块 我亲爸每天就看着我 从楼上下来 去医院 晚上从医院回来 去楼上 有一天 他就张开嘴问 医院这么好吗 你每天要往医院跑 那就很明显能听到 就是说老人家 他那个醋意 你告诉我 就是每天这么多的压力 全都堆到我身上 就是我们现在这段时间 就太平点 就够了 我要的就是这个 但我应该也要有 自己的情绪在 而且你需要的一些情绪 安妇我也给到你了 我是怎么做的 就是我最近一直在 干一些兼职工作 它是有时候会排的行程很满 就比如说早上早出晚归 然后晚归的时候 我也会主动提出来 我说你需不需要我去医院 帮忙照看一下 我是乐意的 但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自己能扛下来所有 但是反倒是觉得 就是我这段时间 不要给他任何的压力 不要给他任何的情绪 但是我是控制不住 你不要说的这么绝对 不是任何 你提出的所有的负能量情绪 我有帮你解决 你工作不顺心 给我打电话 我有安抚你 来生 你好像不太需要 或者你不太希望 他参与到你的事 而且你现在的表情 就是蛮嫌弃的那种样子 我不觉得 我觉得他是压力大 他没有心思跟你 过小佳佳的游戏 我估计他的那个项目 做得也不会特别好 项目好不好 你看 我估计 我估计就是 他现在其实是一个 什么状态 就是我事业不好 我家里面平凡出事 我现在就需要安静 你不要给我整事了 你有什么事情 你是一个成年人 你去做你的事情 你把我晾在一边 你当我不存在 当我是个空气 就OK了 我现在很难受的点就是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比如说 他说他要解决问题 我帮他解决问题 你说你现在回来没工作 我说那来我这个项目 那你现在又要情绪 那我给你情绪 你又不要 或者说我给的情绪不到位 那我到底该怎么做 我就不明白 我到底该怎么做 你就比如说像之前 拍照那件事情 一样的 我帮你拍照 那我 我对吧 你脑中什么样的画面 我怎么知道呢 我帮你拍 我什么时候把手教你了 我教你你还能拍成那么丑 就很明显 就是同样的角度 哪个是你不满意的 还是都不满意 花强是他拍的 同样的角度 但是他就是不不说 就是你 要么这样子测一点会更好看 或者怎么样 这四张照片没区别呀 区别在哪 你告诉我不要 真的好丑哦 这是 这是不好看嘛 那不好看啊 这东西重要吗 两人在一起玩 不就开心吗 我觉得你说的问题 都特别不重要 对 你说的太不重要了 而且女生 就是你看一下你的老公 他的站姿 我就觉得他已经被生活压到那种 就已经没有那个年轻人的朝气了 我觉得他太累了 而且就是这位男生 你也要考虑一下 你找了一个才21岁的女生 他也许要求的东西 就是这些小细节 你得知道 这是他年龄的一个特点 他的意思就是要求 他自己承担压力的时候 他把我看作一个小孩子 还需要成长 那但是呢 他在提供给他理解方面 他希望我是一个大人 是 是 是 欲速而不达 我讲了年龄就是放在这儿 而且你经历的事就是不够 那此时就是需要循序渐进 不能把描助长 我给你这些东西 你解决不掉 就生活方面的各个 点点滴滴小的细节 我问问啊 我那就生活点点滴滴 我们从点点滴滴入手 你们俩现在怎么吃饭 说起这个我就来起 他结婚后再没有给我 做过一顿饭 你踩雷了 那现在谁做的 不是我踩 是这个家 就是这个雷厂 现在是父亲做饭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结婚前 我吃到他做得特别好吃 一顿红烧肉 我后面三番四次 我说 我说什么时候 我能再吃一顿 他再没有做过 但是你也没有说 你哪天要吃呀 我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我说了 我说你什么时候做 我什么时候就吃 什么时候 对啊 你看我给他下 你是机器人是吧 我给你输入一番之理 就才行 我变成机器人 是你造成的呀 怎么呢 是你告诉我 我晚上压到你头发了 我要立马起来 你肚子疼 我捂着你 不是你说的 那你 我就不知道 我给到你的东西 你不要 那我该怎么做 那你就告诉我嘛 你告诉我 你晚上压到你头发了 我起来行 我就知道 我起来你说你肚子疼 我捂你肚子 我知道了 我就捂你肚子 对不对 我都是这么做的 你不告诉我 我该怎么做 首先 每一件事情都要告诉你吗 其次 头发这件事情 他压到了 不该起来吗 他怎么能知道 他压到你头发了呢 所以说我提到的时候 这他 他有这个生气 就是 哎赶紧起来 跟哎 压到我头发了 不一样 你看你我 你扯到一根的疼痛感 和扯到 我就压住我的头发 哎呦 你是豌豆公主吗 请问你多少有点事啊 好好好 这个我试着避雷啊 跟父亲住在一起 等于现在 他的父亲在 做饭 是吧 他没做饭 这件事又被你们上升了 家务谁做 家务 我有空 我只要回到家 我心里想着这件事情 我想做 我就会去把家里面 清洁一遍 就清洁 拖地扫地 但是他的话 就是给我泼楼水 他的意思是 他总会弄脏的 你不要去弄满 然后他自己也不会去 主动做 家里就真的很脏 你看 这是啥呀 就是各种脏啊 就头发 还有那个地上灰 然后我这样子清扫 就在这个情况下 我清扫的时候 他的意思是 他总会弄脏的 你可以不用做 我知道是关心我 怕我累了 但是这样子的话 我还是会去做呀 我跟你说 这不是关心你啊 先是事实真相 我可以感同身受 我懒 你也别弄 你不弄 你不是也不说我吗 到现在为止 我也不知道 你们俩在吵什么 我就问问啊 孔先生啊 你听完之后 你觉得你幸福吗 对 我挺幸福的 你幸福吗 你幸福啊 我比他幸福多 大姐没给你 找这么多事吧 没有 从来没有吧 没有 你觉得没有 赶紧好好珍惜吧 大姐听完什么感受啊 我觉得吧 这个 他这个老公 就是好像 他媳妇所需要的 他一点都没有听到心里边去 没有这个走心 你旁边那个走走过心吗 嗯 也有走过心 哦 就是相比之下发现 我多幸福啊 来你们俩呢 有一点累 因为谁累 可能两边都挺累的 就跟做答卷一样 答案不对版 我有点 不太能理解 女生呢 我觉得他们两个 我感受不到说 他们之前为什么要结婚 一点都不合拍 你是在质疑 他们的这个婚姻基础了 对 因为我觉得 女生和男生两边 其实都没有各自的 太大的错误 只是自己有自己的需求而已 所以他问的问题 我想也是我们都想问的 你们俩为什么结婚呢 因为我喜欢他啊 对你喜欢他 他压了一下头发 你俩躺在一起 压了一下头发 也要值得 在这么大一个台面 来说这种话吧 一直对这件事情 我比较想反驳 因为就是他弄疼你的时候 你确实应该说呀 就不可能就是 硬让他压着 然后不换姿势吧 但是我无理取闹吗 呃不是 他不无理取闹 因为他认为自己有理 他觉得你都在我这 对不对 就连你给我照相照的不好看 也是你不对 那我告诉你个真相 第一个真相 除非专业的人士 很少有男生 照相照得很好 很少有男生 喜欢给另外一半照相 包括我在内 因为我怎么照啊 他都不满意 然后呢 干脆我 我现在给我老婆 照相怎么照呢 我当他的那个自拍杆了 就是你这么拿着 这个角度你别动 让他在那找角度 这是一种交流的方式 就是他已经理解了我 不是不愿意给他照 就是照不好 就找不着他喜欢那个点 那好吧 你就用你的手当自拍刊吧 就这样 这件事就过了 男生 你最大的困惑是什么呢 就是 时间冲淡了浪漫 时间冲淡了浪漫 你们多久了 两年 两年 谈恋爱一年 结婚一年 你觉得就已经进入老年了 你知道吗 就现在你给我的感觉啊 就你好烦啊 你让我自己待着吧 就差没说出来 咱们离婚吧 我想自己生活 是因为人生四件大事 生老病死 现在占三件 所以此时你难道 不更需要边上有个人 来帮你分担吗 但是他没有理解 他没有分担 你让他靠近了吗 老师 我觉得刚才他 这个男生一直在说 生老病死 这是人生的大事 包括吃穿事业 对吧 但他聊的事就是 照片怎么压到我头发了 他们俩聊的 就不是一件事 思想的概念 都不是一个level 你知道他为什么找事吗 因为他找不到 进入你心的那扇门 所以他要找事 要告诉你 我想进入到你的心门 你们可能口口声声 吵的是感情 但也许吵的是钱 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需要的花销没有那么大 并且你误以为 嫁给一个上海人 可以使自己减少漂泊感 但是嫁给了本地人之后 却发现 我依然房间挺小 并且要跟公共一起生活 我原来以为 这一个男人 给我不了情绪价值的话 那么在物质价值上 是能够给一些保障的 但是现在连肉都没有了 所有的隐藏着的 没讲的东西 才是对婚姻最大的失望 而对于小伙子来讲 就是属于连红带片的 弄来了一奢侈品 自己发现养不住了 一边舍不得放手 一边自己知道 我的能力不大 所以现在放在 你们的面前的事情 不是情绪价值 是不情绪价值的 而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能不能过上 自己梦寐以求的婚姻生活 你们追求的一日三餐 到底是怎样的 你们追求的衣食住行 究竟是怎样的 这才是你们需要 沟通的问题 你们两个人 最严重的问题 我觉得是女生还在恋爱 男生已经进入了生活 就是她一睁眼 身边都是要 自己依靠的人 但是自己没有 可以依靠的人 你懂吗 就是她的点是在于 你只要不给我找事 你只要安安静静地 我就轻松一大半 你所谓的说 我想要帮你 我想要给你减轻负担 对她来说 你都是在给我找事 对于男生也一样 谁不累 你放眼望去 在座的所有人 谁的生活不累 没有人 但是为什么 我们都要负重前行 因为生活就是在给你 出一道又一道的难题 我们每个人都尚有老下有小 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压力 那难道家庭关系不处理了吗 夫妻关系不管了吗 你要是没有那个能力 就不要娶这么小的老婆 你娶了你就得照顾好 当时的时候在一起 觉得小女生可爱 又做一点没关系 可是娶过来后发现 麻烦了 对吧 处理不了了 可是在结婚之前 你给她就是提供了 那么高的情绪价值啊 那女生也交情 就是把自己永远当公主看待 为什么一定要给你提供情绪 还是要照顾你的情绪和感受呢 我现在就想安静 你别烦我行不行 你们两个人 要么然就同频 把状态调整到一起 要么然干脆散果算了 过不下去 太烦人了 你能给我描述一下 你对婚姻生活的憧憬吗 一起奋斗 一起成章 你不用说了 男生你帮我描述一下 你老婆对婚姻理想当中 婚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你来描述 姑娘你来听 每天早上起来 帮你做好早饭 然后呢 早饭做好以后 温柔地叫你起床 等着你慢慢起来 然后看着你睡眼 轻松地来到楼下 把饭吃了 然后再洗漱 然后一块出门 如果说大家通勤是一样的 那就是一块坐地铁走 如果不是一样 那就各自走 然后到了发个消息 然后聊一聊 今天有什么事情 中午吃什么 然后下午再看看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出去逛个夜市 不是喜欢吃臭豆腐 那我们就去夜市 多买点小吃逛一逛 然后偶尔休息的时候 一会儿出去逛逛 拍照 再买个相机 相机已经买了 再换个好一点的镜头 再换个富士 对吧 男生在描述这一段的时候 就整个描述的时候 我感受 我觉得你就是烦 对 他所有的描述不是美好的 是的 婚前是不是都可以满足 为什么婚后不能满足了 男生你再想 回头少一点 我们其实能够理解啊 就说生活的压力什么的 但是生活的压力 不可能压到一个人 如此之变形 当在谈一个物品 只有情绪价值的时候 往往就是 它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姑娘 好好想一想 所以男生啊 欠点真诚 欠点真诚 很欠真诚 女生其实越是婚姻生活 越应该做一个独立的人 当你的人格越独立的时候 你的婚姻会越幸福 而不要依赖某一个人 谢谢两位 来 请坐 本期第三对情感嘉宾 小梗 22岁 来自河北 护士 小刘 22岁 来自湖南 自由职业 那么今天 他们又遇到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 如何评价对方 他很花心 到处沾花惹草 他简直就是个时间管理大师 太强势了 他对我缺少信任 还总是想着控制我 你希望对方做出哪些改变 只爱我一个人 甩掉他身边那些胡碰高佑 他能不能不要总是怀疑我 现在这样 我真的很累 这个信息量还挺大的 那现在是个什么状态 是有人想分手 有人想挽留 还是在闹的过程当中 这次是我要来的 来的目的想解决一下 就是我们中间的问题 我们已经在一起两年半了 从近半年开始 他啥事都管我 老是怀疑我这 怀疑我那 我都不知道我干啥了 然后最近 一直跟我闹着提分手 他要是不干那些事情 我不会这么去怀疑他的 就是我们两个 之前都特别好 我俩是在北京的时候 实习的时候认识的 那时候我觉得 他这个人特别有担当 特别幽默 我就跟他就选择 跟他在一起了 实习结束之后 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城市 相当于是一个 异地恋的一个状态 然后异地恋的第一个月 我就特别想他 我就飞到他的城市 去找他了 然后那天是出去玩 他的手机正好在我的手上 我当时一看是他初恋 给他发的消息 说要结婚了 想跟他见一面 我不是没有同意吗 但是你没有拒绝人家 他给他初恋发的是什么 他说看时间 这是没拒绝吗 你这完全是给他机会啊 这个就是拒绝呀 看时间 这叫委婉的拒绝 这等于就是新娘 你冷静 进入婚姻吧 别走神 但实际上 她是 的确是留了 留余地 你们男人都这么想 没有活口 不是 这事实就是这样 就是留活口了 而且后来 因为我只能见他几天嘛 我就离开了 我就不知道他们后来 到底见了还是没见 对 老师 他就回去之后 一天没理我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问他 他说我肯定去见那女的了 我都根本就没有去 他也没有当着我的面去拒绝 那你为什么还要留他的联系方式呢 是啊 我也是在问这个问题 因为那时候小 他初恋嘛是吧 就是没谈多长时间分了之后 就感觉 也没有闹那么将和平分手 然后就当正常朋友 然后也很多年很多年没联系了 不要再解释了 在你女朋友和像白老师这样 女性的心目当中 你这件事就是犯下了铁挫 第一 为什么分手不删除 第二 不删除也就罢了 为什么还不决绝地去拒绝 所以这一回合 你女朋友站立 接着往下说吧 就他一个前任也就算了 后来突然冒出两个前任过来 他两个前任同时过来找我 说我是第三者 那你应该是第四者 两个前任过来 跟我说是第三者 可是我不是说让你删了吗 他就是过来找事的 他就只会说让我删了 人家都说到我头上来了 我不去问清楚 我干嘛要删呀 你问这干啥 你应该把他删了就行了 那我们都在一起了呀 我为什么要删呀 自己心里有鬼是不是 他们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既然你没删 我就好奇他们说了些什么 就是那两个女生说 她并没有提分手 那两人是同事在跟她交往吗 不是不是 那怎么能平 那你为什么能当两人的递帮者呢 不是老师是这样的 是是啥啊 我那天是 你跟二冷静的时候跟了三 你跟三冷静的时候找了四 对就是这样 现在二和三联合起来找四的事 说如果不是因为有四的存在 我们冷静完了以后 我们冷静完了以后 你要么归二 要么归三 对吧 可是老师这都是 我天啊 姐姐你真厉害 这都是他们猜的 我说分手了呀 他没说 你说我们冷静一下 你就删好脑 那哪门子的分手呀 那他初恋也是在二之前分的吗 很早以前 那从初恋再到他的这个找来的二 中间还有多少个啊 不知道 你们把这个事弄得很复杂了 要按米娜老师这个推算下去 你现在没有办法推算 那个是二还是三 对 我就是关注事实的一个人 我只愿意听事实 我想知道他们联系你之后 告诉你的什么 让我跟他分手 理由是什么 说他是渣男 他说我一个女孩子那么好 没必要跟这种渣男谈下去 两个姐妹来救你 你为什么还在怪姐妹 却不去认渣男 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就是行为上对我特别好 后来就因为这个事情嘛 他就老是怀疑我 我就说 我就说真的很喜欢他嘛 然后我就说算了 完我就直接把我 就是在河北那边就是家里面给安排好的工作 我就直接推了 然后我就直接跑到广西去找他去了 也是想对他好 然后就就就什么事情都依着他 就专门跑过去找他 他是抛下他那边的一切过来找我陪我 我就是纠结在这里 他真的对我特别好 包括平时生活上 他那边没有一切 姑娘 哎呀 往往这样过去的人都会说我为你放弃了ABC 但往往都是ABC先放弃了他 他再一看我还有什么出路呢 远方有个女友 于是我就告诉女友 我放弃了一切来找你了 但事实上是当地早就放弃了他 好 接着讲 然后因为之前那些事嘛 我就另一方面就很不放心他 就他连下楼遛个狗都能撩出个遛狗搭子出来 没有啊 我当时去外地了一个月 那平时我们两个养狗的时候他不愿意遛 平时大部分时间都是我遛的他让他出去他很不情愿 我出去的那一个月他天天去遛狗 觉得他就不对劲嘛 我回来的时候我一查他手机 我就发现他加了一个遛狗群 然后呢还有一个女生跟他每天约着遛狗 那就是正常遛狗 我不后来也带你去了吗 那为啥不约个大爷呢 他就说我们家狗跟那个狗玩得好 后来我说我跟你一起去遛他不愿意 我们吵了架很大的架 后来他带我去遛狗了 遛狗的时候碰到那个每天跟他遛狗的那个女生 我说小姐姐我加一下你吧 那个女生他不 对他说我加他就够了 我不想加其他人了 那是他不愿意加你 又不是我不让你嫁 我觉得就是他的问题啊 那不是我的问题 他不仅仅是那个遛狗搭子 他身边那个发小是个女生 嗯 我之前呃 放假的时候跟他一起回去他那边过 跟他妈妈见面嘛 然后就当时就跟他发小见面了 他那个女发小当着我的面去搭他的肩膀 我觉得再好的朋友 对这样子很不正常 你这玩12年了 你小时候长大 你去想想他是男的是女的 我就跟他说了我不喜欢那个女生 到了今年过年他回家的时候 他九点钟给我发消息说他睡了 我就像平时日常我跟他妈妈关系特别好嘛 我打电话问候一下他妈妈 他妈妈就跟我说闺女 呃那个号他刚刚和他发小出去了 你怎么打电话过来了 给我妈打电话干嘛 那天大过年的我妈黑了我一天脸骂了我一天 哎那你妈为什么骂你啊 女朋友打来电话找 这有什么好骂的 我跟他妈妈告证了 我说他跟我说他睡了 然后他妈妈很生气 觉得他这样做很不对 就把他骂了一顿 他还觉得委屈 骂得好 他那天就是跟他发小单独出去吃饭了呀 出去吃个饭怎么了 那跟你说你又会不高兴 那问题是12年 他觉得跟我说不高兴 他就不跟我说他就骗我 哈哈哈哈 那后来没联系了吗 哎呀白口难辨了 来接着说姑娘 他不仅觉得我对他这个发小不好 还觉得我对他兄弟不好 他的兄弟都是一些狐朋狗友 我兄弟怎么 他们互相去欺骗对方的女朋友 比如说今天我要去喝酒了 然后去帮忙大家都懂的 就是帮忙扯个谎 就是帮个忙 哎呀有证据吗 有 当时那些截图我都给他截下来了 他直接 他兄弟直接帮他扯黄 他直接帮他兄弟扯黄 你看他又插我手机 他还说放心吧 放心吧 他他你看他老插我手机 就一点不相信我 我说那是你表妹 表妹你去上厕所了 你可千万别说漏嘴了 你看看他那个 大哥我今天跟干妹妹出去碰见你嫂子了 你怎么不嫁个干大爷呀 你们为什么能成为朋友啊 志趣相投是吗 兄弟帮帮群 对他美国兄弟帮帮群 你朋友的优点在哪呢 玩得好聊得开嘛 是吗 这样三观的朋友你很认可是吗 你看到了这么多东西 为什么不分手啊 他平时对我确实真的很好 就是在生活上的各种小细节 比如说我需要他的时候 二十分钟之内他绝对是赶到的 工作你也没个责任心 对女朋友随传随到 这就是你留在女朋友身边没被下课的原因吗 你就是要一个二十分钟内能抵达战场的人 这样的人你拿来当个弟弟还可以 你干嘛要让他当男朋友 就因为他跑得比骑手快 就是你想嘛 你现在等于你自己已经把他定在了一个耻辱柱上 你给他贴了个标签叫渣男嘛 那你说这事还怎么办 大姐怎么看这男孩 我觉得这男的太渣了 你看 我觉得吧就是你们两个要继续的话 至少你不要害怕他查你手机吧 就是你正常社交的话 女生能看出来是不是 他心里虽然会有影子 就是自己会自我怀疑 但是他看你的聊天之路没问题的就是没问题 你为什么要怕呢 这就是尴尬吧 就是你已经把他定在那了嘛 你又不愿意分开 你干嘛呢 我觉得两个小孩都不太懂什么是真正的爱 男生啊 到现在为止我还判断不出来说 你到底现在还在欺骗他吗 不能 但这样你就会很累 你可能挺冤的 我一直说没有啊 我没有再去联系啊 然后我跟他们说分手了 是他们不能理解啊 我也没去要和要结婚的那个前人去见面啊 我是拒绝他 但是对方不相信了 那后面你就会用无数的自己的努力去验证 说你所有做的每一件事情 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你累不累 女生 这种是爱吗 真正的爱要长久的爱 是一种踏实的 放心的 甭管我们物理距离多么远 但是我知道他那会儿在干什么 而不是说一个无意的给阿姨的电话 就发现他又骗我了 要长久的爱 那得是有价值的爱 而不能像你现在这种状态 所以啊 彼此都很累 我建议啊 换一个全新的体验吧 当二和三两个姐妹一起来救你的时候 你不走 当遛狗的女孩拒绝夹你的微信 变相救你 让你知道男朋友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 你不走 当男孩的妈妈亲口告诉你 我儿子是个撒谎 今他靠不住 你不走 当他的狐朋狗友统一暴露 让你看到他都玩的是什么样的人 你还不走 今天来到这儿 我们人人都说你要分手 但是你可能还是会不走 姑娘 那就没什么好委屈的了 有人喜欢甘蔗 有人喜欢甘蔗渣 那你就搂着甘蔗渣 我觉得谈恋爱的时候呀 就是在选择上很重要 你看到他身上的什么优质的特点 你的理由是他对我好 可是姑娘 你有没有擦亮双眼看一看 他对你好是持续一直吗 还是偶尔就是在你发现了一些 他的小秘密之后 他会对你好一下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被别人骗 我们是自己骗自己 我不愿意看见 我不想看见的 我只选择看见我想看见的 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女孩 就叫做吸扎体质 接下来要怎么做 在于你自己怎么选择 如果你要是觉得 已经到了你底线的最底端的时候 就果断要选择放手 否则的话 接下来可能还会发生 让你毁三观的事情 就是这一段情感经历 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的过去抹不掉 但凡只要你自己去做了 别人怎么去看 别人怎么去认知 这就交给别人了 如果你碰到一个成熟的女性 我只是说如果 她有她对你这段经历的看法 也许你们很好的在一起 但是你现在碰到的是 这样一个女性 她已经把你盯在了渣男柱上 这个不是姑娘的紧张带来的 是你曾经的那些带来的 这个你能够感受 所以不是任何一个人 都会相信浪子回头金不换的 女生要离开 既然已经看到 就你们俩的关系 绝无修补之可能 所以让爱相连 说起来很容易 做起来实际特别特别的难 因为这个爱字 每个人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好了 我们听了这么多之后 大家去做选择吧 大姐姐给你一个命题 你愿意回家 你出来 你说今天啊 我不愿意回家 我听完你们的 我还想考验考验这个男人 看他怎么变 您就别出来 至于你们两口子呢 我给你们一个命题 就是我们俩今天同意 因为你们离婚是绝不可能的 你们今天同意说 我们暂时通过一段分开 这个分开就是 我不打扰你 你别打扰我 你需要我 你就告诉我 我会随时回来 但是我们在物理形态上面 我们做一个隔离 对吧 你不是嫌我烦吗 我看你也不顺眼 你一看我也不顺眼吗 彼此都给不到吗 你们达成这个共识 你们就出来 你们达不成共识 就别出来 两位我们就不说了 不说 真没什么 谢谢你们的分享 谢谢你们的分享 我想彼此之间都有一个印象 请回请回请回 谢谢大家 许总觉得这三队 两队夫妻 一队恋人 哪一队留给你的印象最深